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 多项指标表明7月份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保持增长 居民消费需求改善 来看报道 从货币供应看7月末 广义货币M2余额285.4万亿元 同比增长10.7% 从信贷投放看 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.08万亿元 同比多增1.67万亿元 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459亿元 同比少增3498亿元 从结构上看 7月的住户贷款减少2000亿元左右 拖累较多 这可能也是受到居民提前偿还房贷等因素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 7月份新增信贷和涉融数据存在季节性波动 一至7月 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较去年同期均有多增 社会融资数据也反映出金融信贷资源更多流露实体经济 从存款规模看 7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1.12万亿元 同比多减1.17万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减少8,093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1.53万亿元 7月正值暑期 居民外出旅游消费需求明显增加 不少旅游胜地游客接待均有大幅增长的现象 与此同时 投资需求上升也带动了存款规模下降 居民外出旅游客 居民外出旅游客